这首歌曾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歌迷一样,它代表的是年轻人对待生活和对待自己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一种勇往直前横中直撞的感觉。 那从出道之间你的音乐风格也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以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吗? 成长经历,我这几年来其实主要好像一直在去做音乐,然后我觉得自己的成长, 我每一年感觉我自己的音乐都比前一年要更厉害一些。 所以就是觉得在音乐的造语上,每一年都在进步? 对,一直在进步。 那有什么感动的这种事情,或者是难忘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感动的事情? 或者是最近的? 我其实主要每次最感动的事情是我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歌迷大合唱的时候很感动。 对,就因为顺别很正常。 对,就像去年在那个,在《鸟超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唱歌,然后那个感觉很感动。 对,所以粉丝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下次就会更加珍惜这个陪伴你创作的时光。 对。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下半年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新计划吗? 下半年我主要是在会有自己的新专辑和今年的国新演唱会。 好,期待。 好,来看看没什么要不要提问。 请问一下话。 你好。 你好。 好,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音乐类的综艺的计划,是当导师还是当选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你在演戏上面好像还有点天土,所以有没有考虑之后演戏或者是接一些短剧之类的。 哪个问题啊? 哪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我接下来可能会有接的一个综艺,然后你是跟音乐相关的。 对,然后暂时不让我透露。 不让我透露。 好好保密吧。 对,要保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演戏。 我觉得,因为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有在跟其他嘉宾去学习一些关于演技方面的一些技能的技巧。 然后,所以接下来,我有想过要尝试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得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那您相对来说,您会比较喜欢什么样子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如果自己才演第一部作品的话,应该是要稍微贴合一点自己吧。 不要差别太大了。 对,因为我毕竟还需要花时间要去学习一下这个真正演戏表演上面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就是了解的地方之后才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是挺不容易的。 但我以前其实有一点点害怕表演。 但是,但是我这次录音节目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表演的一个乐趣。 然后我在里面找到乐趣,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就感到感兴趣了。 我觉得找到乐趣就一定能够做得很快,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对,对,对。